SUV 是现今汽车市场上的网红 越来越多人在买新车的时候都会考虑 SUV 这个车型 于是啊 人们就开始觉得 SUV 好像逮搞谁这样 长到比较普通一点不够时髦 伟大的车厂们就推出了 Coupe SUV 造型上更加的流线性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试驾的就是 Mercedes-Benz 旗下其中一款 非常受欢迎的 Coupe SUV GLC Coupe GLC Sãoado GLC 是 Mercedes-Benz 在 2016 年所发表的一个修旅车款 那当时主要是取代之前的这个 GLK 其中 GLC 的 GL 代表的是 Gelander Region 也就是德语里面 Off-Road Vehicle 越野车的意思 那 C 就代表它是这个 C-Class 家族里面的成员 所以其实 GLC 在技术上来讲 它是 C-Class 里面的修旅版本 那在去年 12 月 Mercedes-Benz Malaysia 就将这个小改款的 GLC 车系 带入五国试察 包括这个 GLC Coupe 它也是进行了更新 首先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前脸造型和改款是稍微有说不通的 像是这个水箱护罩呢 就导入了时下的 Mercedes-Benz 家族式设计元素 这个水箱护罩和 GLE 长得有点相像 它的水箱护罩的设计是有点往外扩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凶悍 而这个隔山是 Mercedes-Benz 漂亮的钻石水箱护罩设计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水箱护罩的 而下方的这个保险杆呢也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整体看起来更加的运动化 那是因为我国的这个 GLC 300 Coupe 它其实是使用 AMG Line 的这个套件 那另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头灯组 我国的这个 GLC 300 Coupe 呢 使用的是这个 Multi Beam LED 智慧型头灯 这个 Multi Beam LED 它是由多颗 LED 组合而成 而且每颗 LED 都能独立自己控制 能够提供更精准的一个灯光 照射范围也是可以进行更加灵活的一个切换 照顾到对象的车子 最主要是它还具有这个主动式远近钢灯的功能 小概括的 GLC 300 Coupe 其实是取代之前的这个 GLC 250 Coupe 那这个命名呢也是 Mercedes-Benz 最新的一个命名方式 那这个 300 其实是中阶的车型 在定位方面也是比较的运动化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台车 它使用的是一个 20 寸的轮圈 而且是前后宽度不移的 后面的这个是比较宽 轮胎方面呢它前面是 245 45 后面的尺寸则是 285 40 使用的轮胎是 Michelin Latitude Sport 3 所以听到有 Sport 就知道它这个轮胎是比较偏向性能这一块的 而且和普通版的 GLC 不同 普通版的 GLC 使用的是 Run Flat 轮胎 这个呢则是使用这个性能胎 当然不止如此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刹车系统部分呢 这个 GLC 300 Coupe 它使用的是一个带孔的刹车盘 而且这个刹车卡线很大哦 它其实和这个 A35 是同一套刹车系统 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鲍鱼 其实是一个 4-port 刹车卡线来的 至于在车车部分呢 则是和改款前是大同小异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改款的 GLC 300 Coupe 它拥有这个 非常漂亮的 SIZE TAP 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运动化的 车尾部分也同样延续了这个运动风格 那这个尾灯组呢 就导入了同样是时下 Mercedes-Benz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的细节是整个比较立体的 在夜间的辨识度也更加的高 而这个设计也正好是他们最新的 SUV 也就是 GLE 的一个设计啦 所以整个就是很家族化的感觉 最下方的部分呢 同样因为 AMG Line 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保险感下方 有这个造型蛮有侵略性 整个比较有战斗格的一个扰流器啦 然后双边弹出的这个排气围观 OK 假的 它这个是一个盖的 我太喜欢这个 GLC Coupe 的车身造型喔 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后轮这边 它其实是一个拱出来整个比较 Master Man 的感觉 然后这个 塑胶的这个轮功喔 这样子突出来做一个小暴龟 整个就是很运动的感觉 那讲一讲尾箱 其实这个 GLC 300 Coupe 它是支援脚替式开启的 而且还蛮准喔 那虽然它是一辆 Coupe 型的这个 SUV 啦 也就是比较流线型的 但是它的尾箱容量依旧是蛮大的 500公升的容量 大家觉得够吗 我是觉得蛮够的啦 只不过它的地杆就稍微高了一点 对于娇小的人类 对于娇小的这个车主来说 搬运的时候就比较辛苦了一点 那500公升其实是蛮大的 我们也在这里放下了不同尺寸的行李箱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包括这个大型的行李箱 其实它的尾箱是蛮深的 而且它的后座椅 也是支援四二四青刀的 所以如果你需要更多的空间的话 只需要把这个按钮按下 电动的哦 它这个前方的第二排的座椅就会直接折下了 虽然说是小改款车型 但是 Mercedes-Benz 为这个小改款的GLC 导入了全新的引擎 这具引擎的代号为 M264 它是一具 2.0L 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 那这具引擎有什么特别呢 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导入了这个双涡流涡轮增压器 这个双涡流涡轮增压器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减低这个涡轮池子 那同时呢带来一个更好的动力以及油耗表现 当然它有最重要的是排废表现 也因此原厂才会为这个GLC 换上全新的这具引擎 这具引擎呢在300车系里面它是属于比较高输出的版本 可产生 254hp 的最大马力 至于峰值扭力则高达 370Nm 并搭配 Mercedes 最新的这个九速自排变速箱 在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下呢 0-100km 加速只需要 6.3秒 不是我玩得快哦 同时这个GLC 300 Coupe 呢 它也具备了这个 4Matic 全驱系统 在循迹表现上会更加的出色 和外形变得更帅气一样 在这个小改款的GLC Coupe 身上 它的这个内装也是变得更加帅了 主要是因为之前那个略显老土 然后有点过失的那个传统仪表盘 还有中间那个尺寸蛮小的一个 悬浮式屏幕啦 这一回也跟着这个小改款C-Class 一起更新了 它采用了一个 12.3寸的全液晶 Digital Meter 和中间的这个 10.25寸的宽屏高清显示屏啦 大大增加了这个内装的这个科技氛围 那同时呢 这个GLC 300 Coupe 呢 是使用 AMG Line 的这个内装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手感很好 而且是使用一个真皮包裹的这个 平底式三幅式方向盘 整个就看起来很 Sporty 了 然后中间的这个多功能方向间呢 也具备了这个 Mercedes-Benz 最新的这个热能感应的 Touch Pad 在功能性上啊 它是非常的好用的 同时呢 中间这个中控台呢 这是使用一个钢琴黑的材质啦 会留一点指纹 但是在视觉上呢 它整个质感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这个皮革包裹 而且这些皮革都是 Napa Leather 来的 而中间的这个 Touch Pad 呢 也更新成和这个 A-Class 一样的一个 Touch Pad 外加三个这个按钮的设计 在触控上呢 也是更加的好用 更加的容易操作了 那同时更新呢 还有这个主机娱乐系统呢 这个主机娱乐系统采用的是最新的 MBUX 也就是和 A-Class 一样的那个 MBUX 它除了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以外呢 它还导入了 Hey Mercedes 声控功能 以及一个被称为 Mercedes-Me 的线上互联系统 这个主机是内置 SIM 卡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具备上网的功能的 也因此能够透过这个 Mercedes-Me 和车主的手机进行联系 车主只需要透过手机下载 Mercedes-Me 的 App 就能远程遥控这辆车 包括解锁啊 上锁啊 还有查询车子的状态 还有它的定位 你甚至可以透过这个 Mercedes-Me 的 App 来检查它的黑油啊 刹车片的状态等等 全部都透过这个主机 传送到这个云端的 Server 然后 都和这个 Mercedes-Me 进行连线 但是我觉得在内装方面这个 GLC 最吸引到我的 并不是它的这些配备更新啊 还有这些很炫目的功能 而是它的整个设计啊 无论是在质感上还是在设计上啊 相比起同机啦 就算现在已经有更新的这个同机对手出炉了 但是我觉得整体最耐看的依旧是它 在质感表现上啊 它也是比较好的那一个 然后重点是它的整个人体工学的设计 包括这个驾驶桌子 还有按键的设计啊 我觉得它是最救手的 就算它现在不是最酷的那一个 最科技化的那一个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它是最为好用的 Mercedes-Benz 一贯的这个扎实的关门声 那来到这个后座 首先我感到惊讶的部分是 我以为这个 GLC Coupe 在外形上看起来 那么低矮 那么流线型 应该头部空间会稍微比较牺牲掉一点啊 可是我现在坐在这个后座 它的这个头部的空间表现完全是可以用充裕来形容 我这样子坐在后面上方都有一个拳头这样子的位置 然后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的这个腿部空间也有大概两个拳头多的一个距离 以这么一辆稍微比较美型的这个SUV来讲啦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空间表现完全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合格的 重点是哦 虽然它采用了一个黑色的顶红设计 可是我在空间感的方面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良好 并没有压迫感 只不过稍微比较可惜的一点是我觉得 因为普通版的GLC它是有一个全景天窗的这个配置的 但是呢这个GLC Coupe 则改成了只是前方的这个 比较小片的这个 Sunroof 至于质感方面啊 在后座我们依旧可以看到 大量的这个软塑胶还有这个皮革以及造型非常漂亮的这个喇叭 还有这个质感很好的这个银色示板 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良好的 然后这个座椅呢 坐起来我个人是觉得它这个座椅是支撑性很好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这个座椅的这个 它的这个 Cushion 是稍微比较偏硬了一点啦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座椅是稍微比较直了一点 如果斜一点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好啦 而且这个椅背是并不能进行调整的 还有就是因为这台车是一个All-Wheel-Drive车型 所以它的这个中央枢纽扭 凸起的这个面积是蛮大的啦 所以中间的乘客我估计 诶 其实也还好诶 其实也还好因为我这个就中间乘客的这个脚可以放在这里 然后我的这个椅背呢也是不会说太过硬 我觉得做长途的话 其实这个中间乘客也不会太过委屈 那我最喜欢的是这台车它拥有这个后座的空调出风口 同时呢它是一个三驱恒温空调系统 所以就是讲这个后座的这个空调 是能够独立切换这个风量还有它的这个温度的 非常的实际 在试驾之前我决定为这一台200多匹 370Nm 的这个SUV 做一个简单的加速测试 首先我先将这个驾驶模式切换至SPORT PLUS 是最运动的模式了啦 然后还有就是将这个TRACTION CONTROL关掉 嗯 OK 所以我们来Ready 3 2 1 Go 10 20 30 40 60 70 80 90 100 还不错诶这个加速表现 以这么一个大块头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下面啊还是一些德系的1.4 1.6 的涡轮 要欺负这个大块头 应该不是很容易哦 以刚才这个0-100的加速表现来看 小开款的GLC 300 Coupe 啊 它使用的是全新的这个代号M264的2.0L 4缸涡轮 这样的引擎 那我现在就在市区开着这一辆车 很明显的 的确我可以觉得这个引擎 虽然它是一具这个涡轮引擎 但是它的这个走走停停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起步表现是非常的平顺的 至于比较高速的驾驶会是如何呢 那等下我就试给大家看 目前在市区来说 我这样子用着这个舒适模式 也是Comfort 模式来开着它啦 我个人是觉得这辆车这样子开是很舒服很解忆的 虽然说它的外形很运动化 虽然说它的这个悬吊是运动悬吊 但是呢在市区这样子开其实很舒服哦 这个是超出我的预期的 加上它的这个隔音 NVH 啦在抑制方面呢是做得很出色的 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是开着这台车的 daily drive 的话 你绝对会满意它的这个整体表现 那相比起这个GLC 所使用的 Run Flat 轮胎 这个GLC Coupe 它使用的是普通的 Michelin Latitude 算是比较偏向性能的一个 SUV 轮胎啦 这一方面呢在这个市区行驶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受到它的差别了 因为这个轮胎的孔炮真的是比较软 没有那么硬邦邦的感觉啦 慢速行驶的话我是觉得开起来还蛮舒服的 那为了测试这一辆车的这个性能表现 所以刚好我又要上上满一些菜啦 所以我又来到了这个 Car Rock Highway 它的这个扭力真的是很挺饱满的 那这个九速的变速箱呢 换档池所带来的那个 呃 腿你的那种感觉还蛮强烈的 感觉挺不错的 幸好它是有这个 4Matic 的这个可以去行动 所以还抓得住这个车身 哇 不错哦 这辆车的这个转力力 OK 这个九速自排在 呃 当我在激烈驾驶的时候 它稍微有点激情不够 不太愿意退档的 在这个车身上 对我现在的车身上 对我看的 一天 似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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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灵活来显入它,但是我觉得那个精臭度是足够的啦 这个轮胎的抓地力真的是很棒 OK,来到了JPX1 WOW!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灵活了一些 在刚才那个晚上它丝毫没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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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Sport Cloud 模式下呢,它的这个 ESP 会稍微比较 顽皮的一些,就可以让你有比较 发挥的一个空间啦 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驾驶下啦,它还是能够 维持到这个一定的这个稳定性 我不会觉得这辆车模糊诶,我反而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指向 还算精准 加上这个动态表现哦,是蛮丁佛的 而且它这个比较偏软的悬调哦 在特定的时候,它反而可以给到你一种好玩的感觉 那现在过了半山,我突然间想要测试它的这个 Sport 模式 看一下会有多不同 其实我觉得这辆车在激烈驾驶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极限其实是蛮高的 其实我觉得这辆车在激烈驾驶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极限其实是蛮高的 它的这个稳定性都做到相当的不熟 看来我是一点小看它这个选掉系统 在 Sport 模式下它的这个加速表现依旧是非常的饱满 比较猛的感觉 我比较不喜欢的一点是它的这个自动表现 它的这个刹车好像有一点太软了 需要踩实一点它才能做到你想要的那个刹车的那个里道 虽然说是有一点点推头的现象 但是我不知道是这个 ESP 即时介入的还是怎样 我感受不到啦 但是它整个那个车位还是完美的跟着车头 这个旧苏自排变速箱的换挡摩机还算蛮不错啦 皮开刚才在我稍微激烈一点的时候 它这个不太愿意退档不缩 基本上平常这样子开普通开 然后你可能稍微开快一点 我觉得它的这个调校它的这个换挡摩机 换挡的这个反应这些的都还算是即时的 我估计买这台车的人应该都不太可能会激烈驾驶啦 OK 考验车子动力的路段到了 完全是轻轻松松 它会有那一种就是会抛出来抛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相信这个旋钓如果再硬一点的话呢 可能那个舒适性方面就会牺牲蛮多的 毕竟现在的这个设定 在特定的一些路段的时候 它的这个路段就稍微比较明显了一点 小开工的GLC 300 Coupe 依旧是以CKD的形式在我国登场 它的售价为396,869.63 当然这个价格是SSD豁免之下的价格 那它的同级对手啦 严格上来讲在我国只有BMW X4 这一款车 当然如果你要和其他普通的SUV相比的话 它有Volvo X160 还有甚至是这个Lexus NX等等 但是以Coupe SUV来讲 它的对手就只有BMW X4 相比之下这个X4 它就多了这个电子悬吊的配置啦 而且在价格方面也是比较便宜一点 那这个GLC Coupe有什么卖点呢? 对我而言这台车它的这个驾驶表现 非常的运动化 然后体态也很灵活 加上又能够同时兼顾到舒适性 我会觉得这一台车是一辆比较全方位的Coupe SUV 就是你要热血也可以 你要性能它又有 那你要载着一家大小舒服的出门 它也行 加上还有这个出色的空间表现 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它是蛮实际的 而且还有这个帅气的外形 开着它和开着普通的GLC相比的话 这一辆车你开去哪里都是帅 开去酒店大厅也好 Pavilion的这个门口也好 甚至你要开去夜店的门口 这台车你下车你还是一个帅气的车主 那相比起普通版的这个GLC 它就有更加时髦更加时尚的这个形象啦 回头率肯定是比较高的 而且它有这个出色的空间表现 重点是它是一台奔驰 开着它你就有成功人士的这个象征了 Hashtag ACUSUWJ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GLC 300 Coupe的试驾影片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台车如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个人是觉得这台车真的是很帅啦 我会很想买这台车 我是小明 今天这个新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做影片真的是不容易啊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